约书亚纪第六章 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紧紧地关闭 没有人出入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 看,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以及英勇的战士都交在你的手中了 你们所有能作战的南丁要围绕这城 一天围绕一次 六天都要这样行 并派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脚走在约柜的前面 到第七天,你们要绕城七次 祭司也要吹脚 当羊脚吹起长号 你们听见脚声的时候 全体人民要大声呼喊 那时城墙就必塌陷 你们个人要向前直冲 于是,嫩的儿子约书亚把祭司招了来 对他们说 你们要抬起约柜 并派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脚走在耶和华约柜的前面 他又对人民说 你们前去绕城吧 拿武器的人要走在耶和华约柜的前面 约书亚吩咐人民以后 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脚走在耶和华的前面 并且吹脚 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着走 拿武器的人走在吹脚的祭司前面 在约柜后面也有防卫的队伍跟着走 祭司一面走,一面吹脚 约书亚吩咐人民说 你们不可呼喊 不可让人听见你们的声音 连一句话也不可出口 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那天 你们才可以呼喊 这样 耶和华的约柜绕城而行 围绕了一次 众人就回到营中 在营里住宿 约书亚清早起来 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 拿着七个羊角的七位祭司 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面 一面走,一面吹脚 拿武器的人走在他们前面 在耶和华的约柜后面 也有防卫的队伍跟着走 祭司一面走,一面吹脚 第二日,众人又绕城一次 然后回到营里去 六日,他们都是这样行 到了第七日 清早黎明的时候 他们起来 以同样的方式绕城七次 只有这一日 他们绕城七次 到了第七次 祭司吹脚的时候 约书亚就对人民说 你们呼喊吧 因为耶和华已经把这城赐给你们了 这城要完全毁灭 城和城中的一切都归耶和华 只有妓女拉荷和所有与她在家中的都可以存活 因为她收藏了我们派去的使者 不过,你们要谨慎 不可取那当毁灭的物 恐怕你们贪心 取了那当毁灭的物 就使以色列营成为当毁灭的 使以色列营遭遇灾祸 可是所有的金银和铜铁的器皿 都要归耶和华为胜 存入耶和华的库房中 于是人民呼喊 祭司也吹脚 人民听见脚声的时候 就大声呼喊 城墙就塌陷了 于是人民冲入城中 人人向前把城攻取 他们把城中的一切 无论男女老幼、牛羊和驴 都用刀杀进 约书亚对窥探那地的两个人说 你们进那妓女的家里去 照着你们向她所起的事 把那女人和她所有的一切 都从家里带出来 那两个年轻密探就进去 把拉荷和她的父母、兄弟 她所有的一切 以及她所有的亲属都领出来 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 众人把城和城中的一切 都用火烧了 只有金银和铜铁的器皿 都放入耶和华圣所的库房里 约书亚却放过妓女拉荷 和她的父家 以及她所有的一切 她住在以色列中 直到今日 因为她收藏了约书亚派去 窥探耶利哥的使者 那时 约书亚要人民启示说 起来重建这 耶利哥城的 那人在耶和华面前是可咒可阻的 他立地基的时候 必丧长子 他安城门的时候 必施幼子 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 约书亚的名声传遍全地 那么久不就累吗 首先